先来过来好了 大家都有 PowerPoint 我一张都没有用 其实我有一张 我写了一首诗 那阿端刚把我打出来 是不是可以出来 那个阿端把我弄出来 这是我整个的 实际上差不多代表我一辈子的思想 一辈子的梦想 那透过这次去参加礼乐 我有这样的感想 我解释一下 简单解释一下 文艺复兴我个人感觉到 是近代文明的一个开始 那文艺复兴现在全球化 全球化是经过一个过程 一个喝咖啡跟喝茶的过程 喝咖啡是叫做左岸咖啡 那是启动这个民族化的 这个化国大革命 下午茶是英国 他营造他这个大英帝国 不得了的日不落帝国的一个过程 我在英国待过一年 特别可以感受到 那像我们这礼乐啊 我认为有一个东西叫礼乐精神 或者叫礼乐共识 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其他那好的东西啊 虽然大家最后对他的结论不满 但是是对他不够积极不满啊 不是说那个方向不满啊 对不对 方向大家一样的啊 这个礼乐的精神啊 应该去走天下 对我们华人来讲 他事实上是代表的是一个 李韵大同编的那个理想的 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实行嘛 我希望这种这种理想啊 能够像茉莉花革命一样 哇 这样很少全球 我看到了 好像有那个希望 所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 谢谢这个老师后面的补充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年轻人来做一个补充啊 李韵大同 想要补充讲一次 就是我们预计在11月初的时候 会办一场分享会 然后也是要帮我们的Colpe18的 就是有一个进展会 所以想要邀请大家来参加 然后资讯会以后可以再分享给各位 是在11月初的时候 嗯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紫阳再补充 呃 现在已经5点18分了 所以呢 那个 我们有没有人要问问题 我们 把这个仪式完成 因为我们有帮助人来 好 那个 光影 对 在现场 对 他是我们的赞助人 他赞助人之一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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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赞助人不敢 谢谢 好 欢迎谢谢 只要说有拿钱出来的 我们都非常感谢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好 那 呃 接下来我想说我们再用短短的时间 呃 跟大家请问一下 刚刚针对我们 大家的报告 啊 分享 然后后面是不是大家有一些的 问题要跟在场的人做交流 所以 对 因为 因为